诸如此,我想应该差不多1.5,两倍好了,这个也是两倍,1.5 然后就是让它有一个形状变化的话,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? 这边有个所谓的比例,比例可以怎么样呢?把这个物件选取起来 那基准点的话呢,就中心点,然后呢,比例的话呢,R参考,Renter 然后呢,我要原来的1.5,enter 把这个地方的话呢,再把它,等一下更正一下,应该是比例选这个物件 基准点,记得选这个,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,新的比例直接输入1.5,不需要参考 enter,把它放大1.5倍,那这边也是一样,分别呢,把这些通通都放大之后 有个,有个有没有,类似像那种花瓶的弧度之后的话,那你最后就直接怎么样呢?把它用断面混成1个,2个,3个 有没有,一直往下,那你一直往下之后的话,你会发现这个花瓶就长出来了 因为我底下这边有做,有没有,有做的地方就可以,那你这边可以一直做一些变化好了 ok,试试看好了,如果刚刚呢,这个面衣的做不出来的话,请试试看哦 先不要画里面的,先画三个圆就好了 ok,那完成这部分再练习一下,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哦 好 我好 好 cyn 写